一對情侶走進餐廳 比了比靠門邊的位子 點了兩份義大利麵 開始用餐 吃飽喝足後 男方匆匆起身 催促正在收包包的女友 兩人離開餐廳後 店員前來收拾座位 才驚覺 帳單還放在桌子上 根本沒結帳 疑似被吃霸王餐的義式餐廳 老闆就是一人僅聞 去年7月開餐廳 不少粉絲慕名而來 但卻屢屢傳出 有客人吃霸王餐 讓他很無奈 儘管已經裝了監視器 店員們也特別小心謹慎 還是防不慎防 趁著用餐時間 客人多 店員幾乎忙不過來 這對情侶竟趁亂離開餐廳 兩人一共消費719元 卻一毛錢都沒付 我想也許他忘記 所以我就是在臉書上 就是柔性勸導 就是告訴他 如果你記得了 那麻煩你就是回來買單這樣 第一時間PO臉書呼籲對方回頭付錢 並深信他們是忘記買單 而不是來吃霸王餐 但其實早在去年10月 景文的餐廳就曾發生 客人不但沒付錢 還假裝已經付了1000元 要他找500 讓景文既生氣又難過 直說創業賺錢 真的好辛苦 那因為當時在桃園店是沒有裝監視器 等於就找不到證據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現在桃園店跟台中店 我就裝了很多監視器 一人經營副業不容易 開餐廳竟碰上貪小便宜的客人 這回景文不再自認倒霉 立刻報警處理 並把影像PO上臉書找人 辛苦做生意 總不能老是賠錢 只希望這對情侶良心發現 趕快回來付錢 記者台中最后報導